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关注一下此前在新加坡大门冠比赛当中 表现非常出色的钱天一 那么钱天一在新加坡大门冠的比赛当中是最终打进了决赛 虽然在决赛里边1比4不定状态正家的酸硬杀 但是也收获了个人在顶级大赛的最好成绩亚军 也凭借着在大门冠表现的出色表现 他目前的国际排名已经超过了陈兴同 来到了世界第七的位置 在中国女队里边刚好是排在第五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说的五大主力 那相当于前天一已经取代陈兴同 起码从排名上来看是中国队的五大主力之一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表现 并没有能够打动国拼的教练组 这名00后的球员 虽然说在之前的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依然没有获得教练组的认可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满冠比赛打完之后 接下来的一战就是WTT新乡冠军杯的比赛 这个比赛也非常重要 只设立男女单打的比赛 而且只邀请了32名选手来参赛 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前四的这四位选手 按照规定是自动获得资格的 还有一张外卡是可以给到咱们中国选手的 此前有不少的媒体爆出消息 这张外卡是给到了前天一 大家也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前天一目前的排名超过了陈兴同 而且又比陈兴同更加年轻 所以理论上他目前的状态更好 而且也更具培养价值 让他去继续参加国际大赛 巩固自己的积分优势 积累比赛经验 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 但是最终国平教练组 还是将这张外卡给到了排名相对偏低的陈兴同 那中国队的名单 也就跟休斯顿世平赛的名单是一致的 可以说这个名额给到陈兴同之后 他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说 前天一丧失了一次参加冠军杯 一次锻炼的好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有可能连世平赛 他的位置也悬了 那我们知道目前女单的世平赛 还有四张门票的 说实话还是比较多的 只有孙颖莎一个人锁定了门票 但是竞争同样也非常激烈 上一次参加世平赛的五名选手 扣除孙颖莎之外 这四个人肯定是门票的有力竞争者 再加上前天一 还有同样表现出色的张锐 六个人争这四张门票 肯定是不太宽裕的 而且像陈梦 像王曼玉 因为两个人都是奥运会的冠军 他们几乎将会肯定能够拿到两张门票的 所以实际上就只剩下两张门票了 对吧 四选二 50%的晋级率 那么你最终的国际排名 肯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那陈兴同参加这一届冠军杯的比赛 哪怕是他第一轮就输了 他也有积分的 他和前天一的积分差距非常小 可以这么说 打完这一届冠军杯的比赛 陈兴同就会立马超过前天一 重新成为中国女队的第五号人物 那这必然会影响到随后 教练组再去选择的时候 究竟是选谁去打视频赛 当然下一届视频赛 下一个德班视频赛的这种预选赛 还有一个机会 对吧 如果说前天一能够在这个选拔赛里边 拿到冠军 还可以去直接获得资格 但是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到最后 前天一大概率还是要去跟这些人去竞争 究竟谁能够去到视频赛 所以说 现在把这个冠军杯的名额放给陈兴同 没有给到前天一 其实说到底 就是国平教练组已经在让陈兴同做准备了 做两手准备 第一手一定要让陈兴同的排名打到世界前八 这样争取 如果他能够进入到视频赛的话 不至于说是在八强之前就遭遇中国内战 另外的话 其实也是给他机会 让他让排名超过前天一 这样的话 最后选他进视频赛的名单 则是更加的有理有据 只能可惜前天一了 将会再次错过参加视频赛单打的机会